哈囉大家好我是劍生 那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八本的波羅戰 操 哈囉大家好我是劍生 那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八本的波羅戰 這次 好來看吧 我們來看一下在炸彈塔更新之後 還有這次電塔傷害 不再對皮卡造成 雙倍傷害之後的八本 先從 熊傷男神的 開始看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陣型 這個陣呢是去年 去年就有看過的陣型 那時候好像是832600的 那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防龍陣 那防龍的話 防地面效果就非常的差 那熊傷呢可以看到他的部隊 兩顆石頭兩個皮卡 十發匹 幾萬年沒看到十發匹 在這次更新一張中之後 熊傷他用了十發匹 那我覺得熊傷他打得非常漂亮 好他先用一個胖子去贏援軍 那對方援軍是 一女武神二黑球 一個法師然後幾個弓箭手這樣 那他拉出來 那其實八本有毒藥的關係啊 其實女武神就很好清啊 那放非常多的把師去清喔 然後他石頭是選擇下在 一個是六點一個是三點的地方 然後往前走 這樣就可以hold到很多傷害 然後看到他炸彈 他炸彈很關鍵喔 炸彈帶非常多顆 他就是要炸進去 就是要炸進去 那看到炸彈沒有 炸彈都很安全喔 一路炸進去都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 然後就整個炸一條線出去 就這邊都被炸掉了 炸了三面牆壁 六顆炸彈 好打進去之後他就下了一罐補血 那因為現在電塔打皮卡 不痛不癢的啦 所以十分馬皮再八本應該 會變得更好用 好那現在大炸彈呢 對野豬也是不會再造成 1.5倍的傷害了 不過八本還是要注意的一點是 雙炸彈還是會把野豬秒殺啦 因為225加225是450嘛 那八本的四級野豬血量 好像只有410還是420而已 所以炸下去還是會死掉的 這個還是要注意的 那至於說一個大炸彈配上 一個炸彈塔的話 好像八本好像是可以生到二級炸彈塔的吧 不知道 二級炸彈塔的話是炸180 那就是225加上180 就是405左右 所以是不至於秒殺豬啦 不過如果旁邊沒有配小炸彈 或是法師塔或是迫擊炮的話 那個豬可能在一瞬間 如果同時被攻擊到的話 還是會死掉 所以這也是要注意到的 那我們第二次看是開心果 這一個演的也是 類似防龍陣 也是非常大的陣型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也是有拍過類似這種的 那援軍也是很好演 那對方的陣型並沒有漏洞 好開心果是用一隻豬去援軍 那這對方的陣型就是放龍 那開心果放了一個弓箭 守在站點的地方把它拉出去 這種陣型非常好打啦 那開心果他是用10把豬 配5隻牛武神 5隻牛武神打進中間 然後剩下的豬 去清一下邊 那對方這個陣是沒有雙炸彈的 所以還好 不一定有雙炸彈啦 不是說沒有雙炸彈 就是雙炸彈的機會 頂多就是在 中間這邊跟這邊 那牛武神打進去的話 豬在外面清的話 就是不會踩到雙炸彈 好他就下一顆石頭 直接下在四五點的地方 好走進去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陣型帶地震 就會超好打的 我開心果並沒有帶地震 他帶還是二不一狂 那炸彈的話 我記得他這場好像都是沒有炸開的 因為他這邊石頭 站的地方跟炸彈走的地方是一樣的 那法師塔在打 又加上迫擊炮 所以 比較難炸進去啦 好這邊就是要直接用女武神去打進去了 援軍也是要三隻女武神 那加上自己武之中是八隻 那配狂暴再一股血的話 是整個內部的東西 直接一瞬間都沒了 好下一個狂暴 好中兩個電塔 好踩大炸彈 你看他要不要下補血 好下了 然後看到其實這幾隻女武神就把東西清得差不多了 然後剩下就交個野豬去處理掉了 我們加速看完 那還剩下一個補血喔 其實這碗補血不用放 也是可以三星打 好這個陣就是很好處理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 是 這個 這種陣型 這個陣型以前非常常見 現在爸爸還是有人在擺這種陣型 來看一下 那我們的成員他打的話呢 就比較特別喔 其實以往 之前跟大家 如果大家講的話 就是建議大家 兩顆石頭 然後一個王 兩顆石頭 放旁邊 去採雙炸彈 這種陣型炸彈幾乎都放在這裡啦 雙炸彈 那王就下在中間的地方 然後這樣就可以把屍放在邊邊 這陣型非常好打 然後剩下的豬呢 看要從側邊下來 或是從另外一邊下來都可以 那我們成員他打的方法就比較特別 但我覺得有點冒險 因為 他永遠是死法的豬 採雙炸彈還是一樣會爆炸 還是一樣會掛光光 所以我覺得很冒險 但他是從下方打 好他先放一隻豬群援軍 那援軍的話是 應該是兩個牛武神吧 對兩個牛武神一個黑球 然後一個法西 清援軍我們也不看了 清援軍正常來說 鬥大同小異 然後他先放王去砍王 那我想說他不想從上方打 原因應該是對方的王啦 其實我覺得從上方打還是比較好 因為對方的王可以用毒藥去限制住 那王處理掉了 那下方有兩個電塔加過陷阱 那進來 你看他沒有辦法採大炸彈 沒電 之後他豬就放進來了 那先放一半的豬 然後是分開放的喔 他避免要一次採太多的大炸彈 好先採一個 他並沒有直接放喔 就是這個觀念蠻好的 OK 那剩下的豬 再陸續放出來 那這邊比較危險 就是這邊有可能是雙炸彈 如果踩到的話 這場有可能就爆炸了 然後下不屑 蹦蹦 好 也沒有 可能是沒有踩到 也有可能那邊不是雙炸彈 OKOK 不是雙炸彈 那還好 沒有一次踩到就不會有太大的事情 因為現在是 就正常傷害了 所以沒有一次踩到的話都還好 OK 還省了一彎無限 這給是跟以往比較不同的打法 不過我 不太喜歡這樣的打法了 以上就是這個 三個八本的波障 都有炸彈塔 應該是都有啦 這邊看是 有嗎 看一下 這個有 這一個 這是剛才那一個嗎 這個有 那這個的話 好像是沒有的 這個沒有板 這個 也沒有 只有一個 不過這兩個都是偏防龍的 所以我覺得還好 OK 那就分享這 寫部落戰給大家看啦 OK 有什麼問題歡迎在下方提問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